台北市的城市密度位居世界第五大 自2022年启用的119高效能勤募派遣系统 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能更智慧高效的守护市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帮手 我们要给同仁在第一个时间了解到 他所要面对灾害的情况环境 他能够很安全的救灾 我们同仁有把握去救了 所以城市里面的灾害 我们一定能够守护 一定能够处理 更进一步呢 他才能真正保障市民的安全 119高效能勤募派遣系统 展现了智慧安防 对于台北市的必要性与发展性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也重视现行问题 并持续精进大幅升级 新系统整合多元平台报案内容 提升系统处理量 更导入快速输入系统 搭配关键字搜寻 让系统输入更快捷 而考量到系统平均每日进线电话约900通 但却仅有一组化物设备 特别增设一组交替设备 保障报案受理不中断 譬如自动派遣的方式 它用电脑协助派遣人员 能够聚焦救灾的重点 还有它需要派遣哪些车辆等等 未来我们的人员可以透过这套系统 离开119的办公室 这样能连接得上无线网路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进行派遣 所以总归来讲对消防局来讲 是指挥扁平化 指挥更及时到达第一线 让我们的调度资源更有效率 对应不同的灾害 需要派遣的机具与出动的队员 也需有所不同 新系统不仅无缝衔接消防派遣系统 也结合台北市资讯大平台 快速掌握建筑物构造类别 楼层数及户数等重要资讯 更引入GIS技术跟随定位 及时修正提升抢救效率 透过多平台的把这些资料汇整进来 拉到我们的系统 报案的电话进来 报案的地点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附近有哪一些 可能需要我们及时援助的 比如我们的独居老人 那附近呢 是不是有这个厨房危险物品 附近呢 有哪一些的属于弱势的机构 提供必要的战力 让他能够有效率的来执行救灾 或执行他的派遣工作 升级后的119高效能勤务派遣系统 为救灾现场带来崭新的工作模式 不仅能更具体呈现执行成效 更能做到协助现场指挥管制 强化现场安全 并确保执行效率 为了让这个救灾的干部 更直观的 更简单的 能够看得到目前的所有的状况 譬如我们派了多少车辆 可能是来了多少人等等的 我们已经不单纯只是说 一个数字的描述 我们使用了仪表板的方式 然后更直观的清晰明了 一眼就可以知道 他的状况到达什么程度 那我们的高效能派遣系统 从我们启用到现在 其实帮助了我们的救灾救护 勤务上有很多的帮忙 我们的带队官或者是同仁 就可以利用我们在港网的途中 立刻查询到我们的目的地 他的场所有没有什么危险物品 或者是类似近水性物质 再来就例如像捷运站公共场所 他都有附一些平面图 可以更快的让我们掌握到救灾的资讯 之前有遇到一个就是 两位朋友结伴前来挑战攀岩点 那不甚有坠落的情况发生 就是透过我们报案的定位功能 以及视讯119等功能 缩短我们救援的时间 尽早的到达架设计我们的绳索救援系统 成功的将患者救援上来并送医 一个系统将台北市民 救灾同仁和消防局牢牢联系在一起 缔造了智慧城市安防的典范 更获得国际的认可 斩获许多大奖肯定 因为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跟台湾六都比 我们是首都对首都比 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比 跟东京比跟纽约比 这是我希望于他们的 也希望大家一起达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